第八章 冲突 林家后山连接着一片比较辽阔的森林 这森林当中若是运气好的话 偶尔能够寻找出一两株灵药 因此平常有时间的时候 倒是有着不少林家的小辈跑到这里 想要碰碰运气 因此这森林在林家 算得上是一处比较热闹的地方 而此刻在那森林的路口方向 却是围拢着不少的人 这些人看上去年龄大多都是在十多岁左右 显然都是林家的小一辈 视线透过人墙 只见得在那路口中央 有几道略显壮硕的身影处理 刚好是将路口给尽数堵了 而在这几道身影的前方 有着一道身着淡浅色衣衫的小女孩 女孩眉目如画 肌肤如雪 小小年龄却是让人有种惊艳般的感觉 而此刻她正用那充斥着灵气的双眸 愤怒地望着那拦在面前的身影 在她那布满着一些淤泥的小手上 还紧紧地抓着一抹火红色的植物 隐隐间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从上面散发而出 林仙 你不要太过分了 轻弹盯着那几道身影领头的一个人 清灵的声音中带着点点怒意 嘿嘿嘿 这吃羊草我们昨天就已经发现了 只是等着今天来哪儿而已 你把我们的东西给拿了 还说我过分 那领头的一个人也是一位少年 看上去大约在十四五岁左右 他此刻抱着双臂 望着发怒的轻弹笑道 你胡说 听得这临山颠倒黑白 轻弹更是气得小脸通红 这吃羊草 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方才找到的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事先发现呢 而且他如果真的事先就知道这吃羊草 怎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难道故意等人来采摘吗 我可没胡说 临山望着清灵发怒时的那般可爱模样 却是嬉皮笑脸的道 清灵 把吃羊草交给我 就让你走 你休想 清灵咬着一口小银牙 这段时间临栋那拼命的修炼 他可是看在眼里 而且他也明白 再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临家的足笔 如果临栋在足笔上表现不好的话 不仅他自己会受到打击 就连爹娘肯定也不好受 所以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是往这里跑 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灵药 帮临栋的修炼提升一点速度 而如今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株吃羊草 怎么可能就交给这个可恶的家伙 既然如此 那看来今天你只有露宿这里了 临栅黑黑一笑 看了清潭一眼 继续道 刚才临栋枪那个小子好像跑了 应该是去找临栋了吧 也好 上次还没打过瘾呢 听得这句话 清潭的小脸方才有些变了 他知道临栋跟临栅速来不对眼 一见面就要打起来 而且每次打架都是临栋吃亏 哈哈哈哈 把吃羊草给我 我就不打他 怎么样 见到清潭小脸变色 临栅哈哈一笑 得意的道 你这混蛋 清潭紧咬着嘴唇 眼圈都是有些红了 那么样看到不少人都是有些心疼 清潭虽然不算临栋的人 但由于小小年龄 已是出落的水灵洞人 莫说在临栋 就算是整个青阳镇 都是有着不少少年对其有所爱慕 不过虽然心疼家不愤 但不少人在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没开口说什么 这临栅在临家小一辈当中 就是一个小霸王 其本身实力也不错 再加上他爹更是掌管着临家财政 谁也不愿意得罪 而且就算是告到父辈那里 也顶多只能让他关禁闭一两天 带他出来后 反而偷偷报复告发的人 久而久之之下 小一辈当中 也是很少有人跟他起冲突 给不给呀 再不给的话 恐怕临栋也快来了 临栅说道 同时他还故意的 做眺望的模样 似乎是期盼着临栋 赶紧出现一般 拿去 青潭的眼中 泪水委屈地打着转 不过他倒是倔强在墙忍着 小手紧紧握了握 手中的吃羊草 然后 颜牙一咬 狠狠地对着临栅 丢了过去 真乖 见状 临栅顿时大喜 一步踏出 一把便是对着 那甩过来的吃羊草 抓了过去 然而 就在他即将抓到吃羊草时 一道身影 突然冲破人群 重重地 撞在他的身体上 那股大力 居然直接是将他撞翻地 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方才停了下来 突发的变故 让他所有人都是一愣 目光急忙忘去 戴德看见那来人是谁之后 眼中顿时流露出 些许同情之色 混蛋 临栅这时也是从地上爬起来 顾不得满身的泥土 他望向那站在原地的燃影 眼中顿时生腾起 一些绿色 冷笑道 林冻 好 几天不见真是胆肥了 看来上次揍你揍得太轻了 没长什么教训呢 林山 吃羊草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怎样 见到林山这副模样 轻弹小脸一变 捡起被撞在地上的吃羊草 丢下林山 怒道 要我要 人我今天也要揍 林山一把接住吃羊草 冷笑道 你 文言轻弹小脸都是气红了 小手紧握成拳 想来是没想到 这林山这么无赖 见到这林山的蛮后无赖 林冻也是忍不住的冷笑出声 旋即一把拉住面前的轻弹 往前一站 学着林山的语调 要我要 人我今天也要揍 听得林栋此话 那林山明显是愣了愣 旋即一声大笑 气虐地盯着前者 说道 看来 看来上次 似乎脑子也被打坏了 一旁的其他人也是目光奇怪地看着林栋 有点硬气是好 但逞强的话 就是自讨苦吃了 以前两个人也打了不少架 不过每一次都是林栋被打得逼青脸肿 林栋哥 不要跟他打 那吃羊草 我们不要了 见到林栋又是与林山硬扛着 青潭连忙拉着他 急声道 是啊林栋 好汉不吃眼前亏 再等修炼一段时间再来教训这家伙 那一直跟来的林长枪也是连忙开口 哼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林山呲笑一声 身心猛的一阵急冲 几个跨步便是出现在林栋面前 五指紧握成拳 直接对着后者胸膛打了过去 隐隐间有着略显急促的风声传来 望着林山那充满力道的一拳 林栋嘴角带起一抹冷笑 却是不闪不闭 手掌探出在众人错的目光中 与林山的拳头硬碰硬的撞在了一起 拳掌胶碰 仿佛有着石头碰撞的声音响起 然而让他众人一脸愕然的是 林栋居然是生生的接见了林山这一拳 脆体第四重 这一交手林山便是感觉到不对劲 对方的皮肤给他的感觉竟然是不比他软 如此坚硬的皮肤显然是脆体第四重的人方才能够具备 怎么可能 这小子半个月之前还只是第二重 怎么突然飙升到了第四重啊 林山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之色 但玄机便是一咬牙 就算是你也达到了脆体第四重 也别想跟我斗 落石拳 林山拳势已收突然一声立鹤 手臂之上青筋涌动 玄机束到拳影浮现 仿若乱石撒落一般狠狠地对着林栋当头照去 那般声势如同乱石飞落 下场一品武器落石拳 没想到林山都开始修炼武学了 林栋要遭殃了 一见到林山这般架势 周围顿时哗然一片 林栋目光直直地望着那扑面而来的树道拳影 虽说这林山的一套落石拳声势不弱 但不知为何落在他的眼中却是显得特战百出 当下他也不迟疑 同被拳架势直接施展而开 衣袖拍打在手臂上 清脆而响亮的声音迅速传开 而与此同时 林栋的拳头也是与林山拳影硬碰在了一起 碰的一声 拳头刚刚接触 那林山身体便是一抖 一股大力迅速地自拳头处涌来 然后他便是骇然地感觉到 如牧师般坚硬的双拳上 居然是传来了一阵阵的痛感 通被拳 三想 怎么可能 此时此刻 林山眼中的惊骇越发浓郁 通被拳 他自然也是听说过 这在一品武学中 已算得上是佼佼者 他原本也是想要修炼此拳法 但在修炼了十天时间 依旧未能发出声响后 便是不得不将其抛弃 谁能想到 这以前一直都不是他对手的林栋 居然能够将其修炼成功 哼 不是三想 是四想 林栋一笑 拳技眼神微冷 手臂一抖 又是一道清脆的响声响起 旋即越发沉重的一拳 直接轰在了林山双臂之上 面对着四想的通被拳 那林山的落实拳架势 直接崩溃 脚步 邓邓的击退 最后 脚腕终于是一个亮枪 在周围那一道道 目瞪口呆的目光下 就欲 摔一翻在地 不过 就在林山倒地的那一响 一只手掌突然叹出 抓着他的肩膀 轻轻一提 便是将其给吻了下来 哥 林山迅速回头 望着那出现在身后的身影 顿时大喜 而周围的那些人 面色更是一变 眼中有着巨异闪动